让你心中充满爱 不让生命受苦 将来一切生命 生命殿逝与你 共同救护生命 让我们化作慈悲 化作祈愿 并且付出行动 成为世界和平 幸福的源头 下一个善的联谊 从菩提加盐开始 扩大再扩大 让众生同向 无分别的喜乐 痛苦时想起佛法 不算真实 幸福时想起佛法 那才是真实的 无分别的喜乐 我希望大家要订阅 最后的喜乐 可以像这一场 酸飞 也就是能准备 祈膊 也就是能够 也就是能够 最后的喜乐 然后我们要订阅 面前后的喜乐 作为 平时来 平时的喜乐 世界里,充斥着许许多多的繁扰及困难,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骄傲、嫉妒及欲望之故。 那么这些噪音的起源是来自何处呢?它们是源自于诚意及正念的缺乏,以及少了相互的爱和尊重所知。 如果一个弟子对他所皈依的巨德上师,升起了下解脱轮回的真实信心, 那么即使有人毁谤这位丧尸,他是不会升起贪酌或憎恨的。 因此,一旦升起依靠法与上师,就能得到解脱的信心。 即使遇到让自己和他人升起烦恼的因缘,自他烦恼只会完全平息,除此之外,再不会有其他情况。 直接利益到众生 是最好的,如做不到,间接利益众生,不伤害众生,尽力去说法、思法、修法、集中、立誓、健堂、塑像等。 如此造福积德的一切思想与行动,将成为大菩提的因。 若是没有利益众生的想法,或就算有,但行为上却做出伤害众生的, 文思修与基聚福德的一切相识法不会成为成佛的因缘。 为什么? 来自理益众生 菩萨即是鼎礼一切菩萨 为什么这么说呢 虽然诸佛菩萨为了随力调伏众生 而不定的视线带有各圣法教的化身 但事实上法门只有一个 道只有一个 果只有一个 因此你听闻菩萨名号的信心 而生的善果 与见到佛色身的福德 而生的善果是相同的 在执着万事万物 是横藏的无明轮回中 我们一直陷于我的你的的纷争里 到了判定善恶的牢狱时 自作的一切 肯定成熟到自己头上 因此一切如母友情啊 因果的分别不要颠倒 一切执着的根本是我之 即执着有个自我 因为我知 就和众生有了自他的对立 因此带来新的痛苦 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 那些特别在乎自己的人 烦恼往往也特别多 反之无私的人 却更容易快乐自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行词 不仅存在于经典书本当中 它们存在于哪里 它们应该存在于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当你的心中能够具备丧失的行持时 你就是在此手与弘扬殊胜传承的法脉 世家母女佛和主是大德们的心意 才真正得以圆满 稳住的爱 ',一个到辙族地 进入世华 而且胜利 让难受 荣欣包含 住手与弘扭 这就是 第一天 拧眼 过去所有伟大的上师 都曾同出一词地告诉我们 除非我们能完全地放弃这个幻象 认识到此生的虚幻 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佛法的真相 放弃幻象之前 我们无从看到佛法的真相 有个故事说 有个猎人遇到一个余解释 问他在做什么 余解释说 我在修安忍 修慈悲 猎人说 你去吃大便吧 余解释就生气了 他的安忍和慈悲 一下就破功了 我们最熟悉的就是释迦牟尼佛 但有时候最不熟悉的也是他 有很多人修辞之后 就忘了教主是释迦牟尼佛 口里讲的都是我的上师 我的本尊 却忘了我的教主 我们要记得释迦牟尼佛 随时恭敬他 感恩他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一定要记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达多王子 为什么要舍弃王位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苦行 为什么最后到菩提树下残修 然后证悟实相 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是什么促使他这么做呢 这是因为他见到了生老病死这些痛苦的现象 这激励了他 最后他在菩提家也 成为了一位出离轮回 远离生老病死的殊胜绝症 也就是佛陀 最后一位出离轮回 在此悲心时 要观想 我就是他 我正在经历着他的痛苦 这种方式称为自他交换 自他平等的观修 是指我跟他人的苦是一样的 慢慢培养感觉后 进一步观修本尊 例如 观音菩萨的修持 才会真正有利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情在受苦 不论你身在苦中、乐中、独处或身处人群中 都不要忘记三界众生的痛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贪无浊 才不会被别人牵着彼此走 我们一定要找到出口 用慈悲的力量 佛法的修持 打破这个贪生的牢笼 不然 只会被自己贪生的神所捆服 而任凭摆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来印度是为了延续藏传佛法的传统 和开展众生的菩提心 虽然我要牺牲一切 离开我的寺院和父母 但为了弘扬佛法 这都是值得的 一切众生 三川树木 都是我要帮助的对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根本就是慈心和悲心 为了要升起慈悲心 首先我们要在自身上思维 我为什么缺少快乐 我为什么感受痛苦 自己是如何在轮回当中流转的? 要认真的去想 直到内心深情强烈的感受 如果自己都不了解自己 也就不可能深刻去体会 他人缺乏快乐 以及被痛苦折磨的感受 对象 如果有一点是我们的身上 是最后的身份 您的感觉 您应该是在身上 您的感觉 您的感觉 您可以静下 您在作词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佛教慈悲至夜花莲分会端午佳节前夕 起见大佛顶首嫩言三昧法会 恭请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6月16时期 恭送大佛顶首嫩言经 6月18礼拜三昧水产 小斋超建点灯供水 腰供护身即甘露失时 时间每日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共募福恩 佛教慈悲至夜基金会台南分会 2023年正式开启药师祈福灯 欢迎台南地区大德 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 尽请清零分会登记 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中文字幕电�貂 请问诸佛与友情众神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我们所称的佛陀 指的是清静了无名之后 智慧与慈悲的圆满 友情众神由于未能了悟无名是无名 所以成为众神 因此差别在于名或无名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时 观看你的思维心 看见此心为空 不具任何体性 看见并了悟到 心的重重觉醒层面 是自行展现的 就是友情众生自然清静 而成为佛陀的要诀 请问轮回与涅槃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轮回 流转 是从一个地方转到另外一个地方 涅槃是以斩断这个流转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时 看见自行自信 是本自极有的 从未生起过 且不受物质的过患所染污 当你见到这点时 就没有流转的地方了 轮回从本史被清除 净化之后 即称为涅槃 这是轮回自然清静 称为涅槃的要诀 请问无名与名之间的 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无名是不明了 心的主要本质 明是看见心的这个基本本质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时 想内看着这个本然状态 这个清澈 宁静 鲜活觉醒的心的基本本质 如此单纯地看着心 是自然清除无名的要诀 然后再看着这个本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